去年首创新北市高龄照顾存本专案 鼓励学生还有市民担任不老志工或世代志工 投入服务长者行列 希望减轻家庭照顾压力 而今天世代志工就到了瑞邦区老人会 影法俱乐部以舞蹈还有唱歌戏剧 陪老人家轻松舞动 学生是带动长辈跳防蝶操舒展筋骨 新北市政府推动世代志工方案 今天邀请学生社团志工前往新北市瑞芳区老人会影法俱乐部 陪影法族跳防蝶操 卡拉OK欢唱互动游戏等等 道场的区长也跟着又唱又跳 逗得老人家十分开心 像今天我们的这些长辈 到我们活动中心这边来一起 跟我们的世代志工 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世代志工为我们这些长辈服务 我们长辈有能力的 也为其他的长辈跟需要帮助的人来服务 这个非常的有益 最主要他叫我们一些防止跌倒的一些运动 这个我们希望能够从这边吸收到很多的经验 我们来慢慢来推广叫我们更多的老人 还有更多的老人朋友可以来学这个简单的运动 去年首创新北市高龄照顾存本专案 鼓励学生及市民担任不老志工或世代志工 投入服务长者行列 盼减轻家庭照顾压力 今天的世代志工以舞蹈 歌唱戏剧陪伴老人家轻松舞动 学生带动长辈跳防蝶操舒展筋骨 有的长辈一开始还很害羞 但是在学生们热情有劲的带动下 也渐渐的活力起来 看到阿公阿嬷笑得这么开心 也让人感受到长辈的活力 有的长辈希望这些年轻人下次要常来陪伴他们 姐成为瑞芳采访报道